臺灣體育大學4比3競險擊退文化大學 晉級最終的冠軍戰 致勝攻城之一 要提到五局下臺體2比3落後時 第三棒中心打線邱俊敲出帶有兩分打點的 關鍵安打 幫助球隊多下重要的超前分 全場角出四至二貢獻兩分打點 並獲選單場的MVP 男主角 除了感謝五人之棒球幸運手環的駕駛之外 也謝謝教練與隊友的信任 才能打出好成績 而且邱俊不只在決賽的第一場就表現精彩 本學年度的預賽以及副賽總計出賽十八場 敲出二十二至安打 敲出四成一五的打擊率 OPS一點零二八 是幫助球隊晉級的重要功臣 而且他不只在場上表現優秀 總教練林宗毅更稱讚他是球隊重要的精神禮秀 當然是功不可摸 當然都是非常好 因為他最近的最重要會把他放在第三棒 就是球隊非常依賴的選手 而且尤其是內野需要他去領導 他去handle很多整個場面這樣子 冠軍賽當然全力以赴 大家一步一步走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或者給選手壓力 畢竟選手他們絕對是可以的 我相信他們 另外臺體大還特別提到 這次北上打決賽 陣中有一位心理輔導師照顧每一位選手 讓他們能夠以良好的心態 面對高強度的比賽 而這也是臺體大團隊氣氛相當好的原因之一 從預賽到副賽都佔據領頭羊位置 一路氣勢胸目的臺體 也期待能夠繼續有精彩表現 衝擊最終的總冠軍 玩具台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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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